Lio聊四季 天遠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那現在已經要過年了 那我先跟各位祝一聲新年快樂 歡迎是如意 祝大家的新祥四成喔 好 那我們現在過年要有這個新節目 那這個節目剛好是由Viper 跟Heara 還有YOU VIVI 那四人演出的 那這場比賽是Bowwood 那他們應該是私底下自己打的 應該不是賽事的 那剛好我有把這五場都錄下來 那我就剛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五場精彩的比賽 所以今天的影片可能稍微有點長 可能會到一到兩個小時 那剛好滿適合作為新年的一個 新的節目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地圖是阿拉伯 那這邊上面的國籍是 分別是Viper是挪威人 加拿大是這個Heara 那我們這邊打個挪威加拿大聯邦 那中國這邊是第一高手EOU跟VIVI 那VIVI是通稱是龍老師 跟這個肥龍 那他的國籍都是中國玩家 都是非常厲害的 都是世界前十大 甚至二十大的 所以這裡可以算是世界目前 世紀帝國2 最高水準的2比2比賽 也不為過 好 那這五場比賽應該會相當精彩 那我這邊容我介紹一下 這兩邊的文明 那目前Heara這邊選的是法蘭克人 那法蘭克人團戰來說 還算是比較一個中間的實力的東西 因為他這個法蘭克的騎士 優勢還是蠻大的 尤其是這個免費的農田經濟 還有這個品種 這個20加20%的這個效果 但團戰來說 法蘭克一直都是一個不弱的存在 那再來是他的隊友Viper Viper選的是中國 那中國這邊最大的特別 就是一開始村民會比較多 只要一開始收村 這個流程操作好的話 村民上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通常是不會落後的 那我個人也蠻喜歡中國日文的 但是玩起來特別難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紅色 紅色是哥德爾 哥德爾也是在我們的節目中出現了很多次 步兵超級便宜的 那刀後期也是很誇張的存在 那這邊肥龍跟佑 可能要先想辦法活的後期 但是佑這邊也選擇了一個法蘭克 那這邊Vivi跟佑這兩邊沒有像是 Viper這麼的 一個選公兵果 一個選騎士果 一個是步兵果 一個是騎兵果 相當特別的組合 因為通常打2v2的時候 應該會有人要選弓箭果 然後另外一個是要選騎兵果 來做一個反制 那如果沒有選擇 特別選成弓兵果的話 可能在弓兵的一個 較量下 可能會有點問題出現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Vivi 這邊龍老師的一個哥德爾 怎麼做操作吧 那前兩邊已經準備要上到封建實彈 這個P數最近大家都越來越早提了 大概都17-18P左右就已經上封建了 上的時間都超級早的 那看一下大家的兩邊選擇 這邊第一時間下的織布技術 這邊第一時間下的織布技術 是這位 我們的 這個 黑拉 沒錯是黑拉 那黑拉他這邊是法蘭克人 那法蘭克人的話 進騰的 早點上封建時代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這邊肉馬越早出去了 越有可能 可以擊殺到一些村民 那只要在黑暗時代左右 殺到一村的話 就是很賺的一件事 那尤其在團戰 更是要早點出門 因為團戰的部分 工兵國出門時間都偏晚 所以你的騎兵越早出去 越能抓到一些工兵國的一些單位 但是這邊 中國 中國兩位高手都選擇 沒有選擇工兵國的關係 所以有可能兩邊都打工兵 有可能吧 兩邊都打騎士 是不是有可能 雙馬國 直接把這個 割斗完成馬國 有沒有可能 那這部分我也不知道 就來看一下 那這五場比賽 我都是入完之後 我就馬上關掉 所以我也忘記了 到底是誰輸誰贏 那就跟大家一起來看 也有點算是 實況播給大家看的概念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哥德 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那目前哥德 還沒有上到封建時代 特 這邊村民 按得有點多 22村產 這個是跟我的教學有點像 好我是教21匹喔 小公 那這邊哥德是選擇22匹喔 還多了一村喔 上封建時代相當晚喔 但是他這邊點了封建之後 有按下沒兵喔 要來去做騷擾動作 那這邊應該 要轉 小公的話 是不是有點晚啊 不確定啦 但是他有拉兩村去挖金礦 所以這個應該是還行喔 如果這個時間上的話 可能點個裝甲 但是他這裡卻也沒有到三個人喔 所以如果出小公會斷井喔 這個配置看起來不太妙 應該可能是走個插塔路線嗎 裝甲偏插塔 看起來是喔 原來中國 不是 因為哥德這邊的步兵很便宜喔 剛好前面這個步兵裝甲鴨子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待會出門之後 後面要再拉三到四吋去挖石頭 那我建議是三吋去挖石就好 這個人會傷到自己的經濟喔 會蠻傷的 所以石頭可能會有一個過挖的一個問題喔 挖太多的問題 好 那這邊第一時間 BB這邊要用這個塔空模式喔 進攻viper viper這邊設計場才剛射 才剛按下來而已喔 這樣金礦術可能會被控喔 金礦術在很前方 那這邊OK啦 石頭已經在蠢蠢欲動了 已經開始做一個集結 要來針對一下中國高手 YOR 這邊 是我也看了很多年的玩家 他的實力一直都很穩定 那目前這四位玩家 都是我心目中的頂尖高手 但是龍老師可能還好 龍老師跟那個小V他們 好像差不多等級 但是 Hela跟YOR 還有viper 這三位在我心目中又是更上一重的存在 那可是Vivi跟YOR又是好朋友的關係喔 所以他們也很常在一起打 我很常在看到他們太甜蝶欲喜歡 所以應該就來一起打 這個比賽也沒什麼問題 畢竟這個龍老師喔 也是超級厲害的 這邊 YOR 這邊是選擇把這個刺猴 派到這個劍塔這裡 那要來進攻viper 但是家裡自己沒有防守 只用一些早亮的一個長槍兵喔 做一個針對 那這邊 viper應該是跟HEA說 欸我家被打零 趕快去弄哥德加 趕快來探一下 果然來挖死好了 三到四個人挖 好 沒錯 那這邊直接抓到 直接收村 欸反應時間很快速 這個射箭場 應該是會直接被打掉了 可能連攻擊都來不及出 第二個射箭場 該在家裡提一些安全位置喔 後面有幾隻村民 可能要被針對了 但是後面有工兵跟長槍兵 這一村應該是不會被收掉吧 欸有可能欸 哇 萬何自靈 突然這個長槍兵 所以往後走了一下 最後只戳到了一下 有點可惜喔 那viper目前看起來 經濟上會有點慘 目前已經被塗了三村喔 那hella這邊喔 是 拿到了三個kd喔 現在是三比三喔 村民術兩邊都不分上下 那這邊viper有點被針對 這個阻擊被控了之後 但是哥德爾 並沒有繼續執著於在攻擊viper 而是反向去找了 hella這邊 想要來斷她上城堡時代的一個節奏 因為他們有發現 hella這邊出赤吼的數量其實並不多喔 還是有點擔心喔 看這邊會偷偷上城堡時代 所以這邊要出一點兵喔 跟這個箭討 去稍微插一下對手家裡的資源點 那又這邊想要鑽著木門 但是來不及 這個木門差點就鑽進去了 那viper這邊是選擇把這個箭討 插在這個位置喔 相當保守的一個位置喔 如果是我就想要插到這個位置喔 更深插一點 深插就是比較舒服 對 那hella這邊選擇把這個肉碼回救 我們有做繼續進攻的動作 但這邊回救可能意義不太大 因為這邊有這個長槍兵喔 還有大量的一個肉碼 還有方向步兵喔 這裡再怎麼回救也很難修到什麼東西喔 這個長槍兵是hella的喔 不好意思看錯了 想到這邊怎麼還有長槍兵啊 這個BB喔 出了非常多的一個步兵單位的樣子 那viper這邊還下了一個箭塔 要來守住這塊金喔 那這塊金守下來的話 viper應該就可以去救 救一下這個hella 但hella跟viper並沒有想要去拯救家裡的意思喔 而是選擇用大量搜尿 直接把家裡圍死了 那這裡也不太敢用這個肉碼 直接衝進去喔 這邊創甲步兵 稍微靠一下這個箭塔 這個箭塔應該是能做起來 但是這邊的箭塔也好了 第一時間收村 能收到這一村嗎 先把殘血收掉 這一村可能要趕快跑了 這一村血量也很少 回頭再蓋一下 蓋起來收一下村 那右這邊有出兩隻長香兵 那村跟村民在打架 但是工兵走到後方viper看到家裡 對手家裡基本上都已經圍好了 沒有什麼問題喔 那哥德這邊 看起來家裡也只有長香兵在防守 連這個射箭場都沒下 這樣一個工兵一過來完全擋不住喔 但是這邊把所有的資源 投資在這個塔工上面 塔工繼續升插進來 而且這是有點連環塔的概念 剛好是插在這個後面這個塔的邊界 所以如果他來插這個鏡塔的話 他就可以後面收村 直接開設 好 還有這邊 跟這個 黑拉稍微溝通一下 這邊好像可以打進去 嘗試做個進攻 但是這邊右的肉馬非常大量 大概有7到8隻左右 但是這邊第一時間倒了一隻肉馬 這邊再可以收到一隻應該沒問題 OK 黑拉這邊法蘭克 兩邊都是法蘭克 肉馬數其實差不多 但是這邊攻擊手過來還騷擾 這邊裡面被破下一根塔 但是這個時候第一時間 最上城堡時代的時間 卻是 右 右這邊城堡時代已經點下了 時間1分30秒 相當的快喔 好 那BIPER這邊也點下城堡時代 這邊直接用村民 怒拆這個箭塔 家裡用村民直接全部解掉了 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邊可能會死個異村 這異村血量有點少 可能會直接被戳死 哎呀這個有點痛 欸剩下一滴不戳死 尷尬 但沒有關係 過來肉馬救一下 這邊又有更多肉馬後面補了上來 所以時間沒辦法做輸出 好 這邊稍微村民發呆了一下 但還是把這個塔給拆掉了 好那這邊直接一個原地開戰 把村民很四處逃那 看來這個刺猴也全部打贏 MIPER這波解的很不錯 工兵也過來救 比比肥龍喔 這邊的一個村民喔 無知全部原地倒地啊 有點虧啊 但還不錯 MIPER跟HELA這邊是 連動的溝通相當好 沒有很堅持要打這個地方 而是選擇回救這個地方 箭塔都差不多 反而是右的一個肉馬 過來只剩塔喔 這邊的丹尾 裝飾不一定都送光了 所以MIPER做給進攻了 有點可惜 那MIPER現在目前喔 是先 這一邊喔 是先上到城堡State 那HELA這邊喔 稍微會晚一些些喔 大概穩暖一個三分鐘左右 才可以點城堡 畢竟這邊剛剛拉太多村民喔 出去拆這起箭塔 好 果然是差了三分鐘左右 好 這邊工兵地先過來 看到這邊石頭 地方有箭塔 只能撤退 好選擇先下這個二級射 跟奴兵的升級 還有這個二級伐木喔 那右這邊選擇的是 先把自己經濟搞起來 然後再開殺雙馬 騎士已經帶出了 那這邊騎士第一時間 應該是來找MIPER 兩隻已經開始來追了 但是這邊其實有 黑亞的持有在護駕 所以這些工兵 可能還是可以做到點事情 哇 這邊來挖金礦會不會被抓掉呢 哇 尷尬直接被搜掉 瞬間倒地 兩隻騎士不敢直接硬上 前面這三隻肉馬 也不會這樣子 就眼睜睜的 看著BIPER的工兵被抓 選擇BIPER這邊決定要往後撤 並沒有要繼續往上燒 好 這邊動一下沒辦法被預測的話 騎士防守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壓力 好 BIPER這邊開下TC 在這個金礦位置 金礦來照顧好 那黑亞這邊是選擇了 下了三馬就 哇 三馬就有點狠 這邊是連品種都不用造的 所以到這個城堡時代 這個騎士出來的數量可能會非常多 好 我們再看看其他的數據 這個黃金樹 哇 四百多 史物有七百多 BIPER跟黑亞這邊經濟還算不錯 那待會上城堡時代 黑亞應該會先點一下這個二級 絕金喔 然後再點一下清奇兵的升級 然後再出幾隻騎士喔 做一下升級也是不錯的 那清奇兵也不一定要使用 因為只剩下兩隻而已 所以這邊升級也是沒看狀況的 好 第一時間上到城堡時代 先按一下三隻騎士 然後再點一下一級攻 好 把這個資源喔 用得稍微平均一點 那挖黃金的人喔 待會還是要補一些喔 才可以補下更多的騎士喔 才可以補下更多的騎士喔 好 那這邊有一波BIPER的弓兵 直接被抓包 那這邊有了一個騎士 直接上了硬坎 那這邊有了騎士 防禦很高 已經有二防了 所以這邊BIPER只能鑽這個小 做一個防守 好 那這個鑽得還不錯 直接逼退了右 但是家裡現在防守有點破的難 這個箭塔好像能拆掉 但是後面有騎士過來 第一時間可能拆不光了 哇 有點可惜 直接又被拖了兩村 MIPER這邊其實有點慘 從開局到現在 被拖的村民已經有點太多了 好 後方這邊 莫名持續在騷擾 但目前沒有打到太多東西喔 這邊第一時間喔 想要把幼給擊垮 但幼的進攻跟防守 騷擾還是蠻到位的 但是 黑拉的騎士 也在做一個攻堅動作 那這邊右的騎士 只能被迫回首 不能再繼續騷擾 MIPER的家裡 家裡的工兵也走了出來 再繼續用這個村民喔 直接已經拆這個箭塔 哇 村民打下我11地喔 很痛喔 OK 好 這一波騎士會過來幫忙MIPER嗎 MIPER的工兵只能撤摧 往後撤往後撤 這邊 直接補的過來 黑拉這邊第一時間救援 雙方連動效果非常不錯 上方這邊也是 兩波工兵都有這個 黑拉在上面保護喔 嗯 龍老師喔 這邊還在用 箭塔喔 這邊如如小小 這邊只要提示儀蓋起來喔 這個箭塔 可能也 蓋起來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好 工兵持續在做一個騷擾 由我的村民開始減少 好 這邊有彈刀學了 非常準 還會有彈刀學的工兵喔 這邊燒喔 效果很讚 好 這邊直接殺了進來 後面還有一隻森林可以多倒翔 相當不錯 而且還招一隻滿血的 後方可以第一時間救到這隻森林嗎 可能沒辦法 攻擊速度太快喔 森林還是一身倒地 又這邊一直被步步逼近 那這邊 龍老師還在家裡慢慢農 才剛上到城堡時代 第一時間先按下長城堂升級 派了一些長城堂過來防守 但是像這種沒有騎兵國 沒有工兵國的時候 你出長城堂 對上工兵的話就沒辦法 那工兵部分喔 就只能靠右自己做處理喔 所以通常2DL都是要選一個工兵國 跟騎兵國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你不選工兵國的話就只能出步兵喔 去跟對方應換喔 除非你有強大的經濟喔 不然這個正面騎士是很難去用長城堂去解掉的 好 但是右這邊有出生旅喔 稍微做一個招想抵抗 這邊都有一個生旅 生旅第一線 還是跑掉了 沒有送掉 後面更多的騎士過來救 可以啦這邊直接原地開火 但是箭塔的一個傷害喔 還是劈退了 但是後面更多的工兵走得過來 這邊工兵突然來到26隻 現在擊火一隻騎士 只要兩發喔 就可以擊火掉一隻喔 所以現在壓力士回到右身上 右這邊也沒有偷子車跟爐號 做一個防守 那VV也沒有來這邊蓋DK幫忙防 出了一些長槍兵喔 那VV 總好是應該要再蓋更多均勻喔 直接蓋在右家裡喔 這附近踩隊喔 當然支援會比較快一點 但這個時間點可能來蓋也太晚了 麥可已經3P系農出來 所以這邊村民術也被打擊得非常多 村民術差距已經差到25分了 那這時候黑拉也補下自己的騎士二級防喔 那大衛知道劍持傷他就沒那麼差當後了 好那現在工兵已經想要往前 那哥德這邊是選擇喔 把這個 好 哥德衛隊喔 直接把他蓋這個地方 要來前壓viper 打viper這邊提示也蓋一下 家裡只有工兵 哥德衛隊其實打工兵傷也是很高 但這邊直接一個上來硬騎 看到蓋城堡沒有辦法忍受 右側這邊城堡應該是能蓋得起來 現在他90%就要蓋好了 那第一時間一隻抬開騎士一身倒地 你看到城堡蓋好之後直接選擇撤退 但右側的騎士也送差不多了 這個城堡蓋好好像也沒有主力可以繼續做騷擾 好麥可這邊還有幾隻 攻兵喔 加上還有騎士喔 來抵抗哥德威隊喔 那這邊黑拉的防守效果也是不錯的 只拍了幾隻騎士喔 就可以把哥德威隊喔 相當的完美 好 這邊還是要稍微修一下操作 OK 好 第一場是由viper 這邊他們拿下了勝利喔 又跟龍老師喔 的一個搭配喔 可能 勾托上出了一點小問題喔 第一時間沒有去幫忙佑 那佑這邊被打了有點久 那龍老師上城堡時代也是偏晚的 所以導致他第一時間沒辦法幫助佑 那其實上了城堡時代也沒有蓋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去針對攻兵的部分喔 所以正面攻堅的部分看起來是有點困難一點 所以是選擇了自己蓋城堡到上橫這邊來突起viper 但viper這邊也不是神遊的陣喔 是4TC直接硬蓋下來 然後這邊還順便扣了一下黑拉的騎士喔 順利守住了最後一波的攻勢 好 那我們就來繼續看第二場比賽吧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二場比賽吧 那第二場比賽是 右偶選擇了這一個馬扎爾 那他的隊友 隊友Vivi 選擇了一手比亞 終於選了 一個算騎兵果 一個算是攻兵果的一個玩法啦 終於要正常開局了 那黑拉選擇是高綿 高綿的話也可以當騎兵果用 他的肉量也是蠻多的 但是到了地上的時代有點可惜喔 並沒有遊俠 但是他的肉類喔 可以構作出點大象喔 可以騎士喔 也沒什麼問題 好 那MIPER這邊是可以出工兵的不列典喔 是最高人系的工兵果 射程非常的遠 那後期喔 工兵也可以做一個攻堅的 攻堅動作或防守 都是非常實用的 好 那我們前期喔 就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目前不列典看起來 是可以早期喔 出這個 裝甲去騷擾的 但是以團戰來說 裝甲騷擾這件事情 是比較少見的喔 除非是像剛剛上場 這個 龍老師喔 想要這個 用這個裝甲去做一個前壓 做一個前期騷擾 那雖然也算成功 但總體而已的那一波裝甲也並沒有裝到太多東西喔 自己經濟也是很傷 傷到了蠻多的 所以這邊上時代就顯得非常晚 所以並沒有覺得 剛剛那個戰術很賺喔 尤其是在單挑 單挑來說可能會有點賺 但是以團戰來說 這個劍塔 加上這個前壓 裝甲前壓 似乎就沒那麼強勢喔 對方騎士跟這個刺吼 他有工兵喔 一過來就可以很輕鬆解掉了 那 Hera這邊 這次選擇的是那個 高棉 高棉前期可能會比較難受一點喔 難受點是因為他的兵不會特別強 前期撒田效果也沒有那麼好 畢竟還要等到快要城堡十大喔 才活這個農田 才會把這個 高棉的強勢之處給顯現出來 那目前高棉 最好的打法還是粗肉麻 配點戰毛病喔 但是這場應該是不用吃到毛病了 因為Viper的弓兵應該是足夠可以撐起來這個大局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欸 Viper是下面這邊喔 這個是 這個才是Viper 紅色這個是VV 剛剛看錯了 Viper這邊的開局也是蠻正常的 雙伐木場 你看這個吃氧速度超級快速喔 這個樓一直瘋狂往上 採集速度非常快速 好 那黑仔第一時間上到了封建實彈 哇這個上了P數很早 18P左右就已經上了 那這回大會先出刺猴 那我覺得他這邊刺猴可能會出很多 好 畢竟自己一次的農田喔 打越久對自己越有利喔 那這邊還點下一級木一級農 那確定是要出很多肉麻的 好 是要跟對方開始打一個經濟戰 好 出搶金士 那這邊肉會直接全部消耗完喔 那這邊肉確實喔 用到極限了 剩下60幾肉 呃 待會這邊可以再取消一兩出 再去點一次喔 好 這邊再按一次 但是村民一樣不能斷喔 那高敏這邊團戰來說還有一個優勢喔 就是可以躲房子喔 所以你只要在魔防旁邊蓋一個房子喔 基本上高敏就不用擔心了 好 然後等待援軍過來就好 欸 第一時間手殺拿到的是黑仔這邊 黑仔隊右 拿到了一個蓋圍牆村民的一個手殺 呃 第一時間這邊伺候本來想要進攻 但是看到家裡已經著火了 這裡伺候決定回救 並沒有繼續進攻viper這邊了 好 那這邊 家裡其實以為的差不多 這時候伺候回家好像意義也不太大了 好 那這邊可能會按幾隻長槍兵喔 過來防守 那自己的伺候 然後去龍老師那邊做一個血訪 但第一時間這邊工兵過來 直接躲到了這個房子裡 好 那這邊 還好還好 有收村喔 這個臭命可以躲房子就是不一樣 特別難產 好 但是這邊其實都圍的好了 龍老師這裡進攻可能會打得有點痛苦 好 現在目前兩邊都各打各了 那目前mife的工兵也慢慢走了過來 好 工兵是決定先往黑拉家裡救 那第一時間喔 並沒有先去打這個 好 對方喔 這個又 又已經被 黑拉砍了一波 但這邊有點撞TC 好 這一波有長槍兵的關係喔 所以沒辦法直接硬上 這邊刺猴 還是要等長龍兵 並沒有之後殘的攻擊 不然自己可能會損失殘動 但現在數量其實夠多了 現在要做個包裝也是OK的 但後面工兵不過來 第一時間龍馬被擊倒 這邊刺猴直接上來硬貼 好 這邊加上viper的一個刺猴 刺猴直接硬身倒地 又 又的這邊刺猴還沒到戰長 這邊各個擊破 龍老師的弓兵 其實弓兵數量很多 viper只有四隻 這邊再硬打下去可能會全死 完蛋了 viper viper的弓兵沒有跟上來啊 因為他沒有產嗎 到家裡有產 但是 數量真的不夠 好 這一波交戰起來 又他們拿到了上風了 龍老師 這一波打得就不錯了 弓兵有集結起來 這蠻關鍵的 撤退時機也算不錯 這邊工兵出門 直接看到右的刺猴自己打倒了一隻 家裡自己看起來還算可以 但是也不能說非常好 就普通 不會太差 不會太差也不會太好 那這邊viper出來的工兵已經被掌握了形狀 不知道會不會先行撤退 因為viper可能也知道 中間已經遇到對方的一個刺猴 那對方也大概會了解自己的行軍路線 那黑拉這邊可能就變成孤立無遠了 如果viper會擔心這一點 在家裡不出門的話 那問題點就回到了 黑拉身上 哇果然這邊工兵 直接去找黑拉 而不是找viper 哇這邊直接被收掉良村 黑拉其實有點受傷了 但是A4元農田效果還是很好 給的肉還是非常多 這邊劍塔加上黃金礦 好這根塔下還不錯 但是能蓋得起來嗎 第一時間可能會死個一兩村 好直接收村 我來得及 好這邊稍微V刃走一下 不然還是吃到一些箭矢 其實蠻慘的 好這邊三隻四猴竟然砍肉馬跟村民 這邊要做個包夾經濟場 直接送一村給你 但是我要把這三隻肉馬給包起來 OK那這邊包起來還算能接受 自己算了損失的一村 哇這局開局 Viper跟 黑拉可能有點慘 直接被做個針對 那榮老師跟幼 反正是打得非常激進 都有做到一些事情 好這邊 哇這邊 黑拉還點下一擊供 這麼兇 那待會兒 這個品種也可以考慮點一下 好我們之前的影片 可以看到這個 封建時代的刺頭 點品種加一擊供 這個傷害超級誇張的 但是這個點品種又要黃金 所以這邊 哪說要黃金 下品種也是個學問 這邊上來開打一下 後面弓丁也在射 但是Viper是不列電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這個 射成優勢的 不要到這個城堡時代才會有 這邊也是非常極限 四號只剩下三隻單位而已 後面也可以拉這隻獅子 再上來硬砍 但是家裡這邊的一個房子 快被敲破 但後面弓兵開始墮樓起來 直接解掉 這邊想要來支援 但是來不及 右者這邊 刺回刺的差不多 但第二波進攻 龍老師已經來到門口了 但這邊弓兵數量其實不夠多 這邊互射的話 還不一定打得贏 長傷兵 第一時間沒刺掉傷害 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龍老師 是選擇射弓兵 完蛋 完全守不住 弓兵直接潰敗 這邊直接斷金 VIPER直接損失 慘重 後面更多弓兵回來 這邊弓兵應該是可以了 用這時間點下的瓶種 這波打完瓶種可能也剛好好了 這波VIPER截得很不錯 後面弓兵加上前面的 弓兵包夾戰術 加上黑亞的刺頭 直接收掉這一邊所有的單位了 這邊只能先行撤退了 這邊打太久了 又這邊 還想再上嗎 感覺可以喔 這邊只有14隻 但是自己的肉麻素量其實很多 而且有品種了 血量65滴血 弓兵沒那麼好解決喔 這邊被拉著打 黑亞可能要回來救一下 黑亞的兵 要回來救了 這邊還是損失了滿多弓兵 第一時間也沒有毒口 好 傷槍兵過來稍微擋一下 這邊是有互打 但是 VIPER這部弓兵沒有上去 上前幫忙 最後一隻長槍兵 長槍兵也是硬身倒地 這邊 又是有點一下這個 一級弓跟瓶種 所以這個傷害很高的 你看這個 有點瓶種跟一級弓的刺猴 殺傷力十足 好 黑亞這邊要趕快來阻止一下 龍老師喔 上城堡時代 龍老師這邊上城堡時代了 奴兵帶回出來可能會有點麻煩 而且這邊數量有一點 做了十八隻 現在要用這個 刺猴去阻止奴兵是不太可能 所以要盡可能 用這個刺猴打到點東西 那這邊長槍兵在家裡做防守 直接逼退了黑亞 貢兵正往前 永不回頭 VIPER家裡又大難領頭 第二波刺猴又打了進來 VIPER是一損失承重 這邊貢兵小擋 有點擋不太住 長槍兵可能要一直按殘形了 但這一波感覺又有點是故意送到這一波的 感覺要送到這一波也要打點東西 不然這邊自己太完上到這個城堡時代了 一定要用這個軍事 拖延一下VIPER上城堡時代的時間 還有這個出兵的數量 不然你上城堡時代之後 這工兵更就是打不贏了 這邊 這邊赤猴數量太多了 直接一個大包夾 直接爆炒了這一波的工兵 哇龍老師工兵直接全速倒地 有品種一級攻一級防 還是蠻能打贏這一波的 但是這邊長槍兵過來還要再贏打嗎 感覺會有點傷喔 後面的赤猴也不跟著過來 又這邊直接雙線進攻 打到非常多的東西 VIPER這邊工兵快好 直接走了出去 但是二級色也已經好了 OK沒問題 這波長槍兵還是要選擇硬上 開打一波 好 硬上城堡時代 赤猴還在做一個決鬥 那第一時間是選擇出騎士喔 還有二級防 這麼多的一個弱馬互打 那到了門口這邊直接射掉一隻赤猴 那VIPER這邊有可能會先下大雪 然後再開TC喔 反正這邊工兵數量夠多 如果開個大雪 早點點出彈道雪的話 可以打到蠻多東西的 這邊工兵算射程優勢 但是有點怪 好 呃 又現在在家裡 做一個防守 開始蓋下一些東西 搶到毒口 這邊拉到上方 那黑拉的家裡也是有點尷尬 因為這邊上了城堡時代 上比較晚一點 那又也是喔 又是最後一個上城堡時代的玩家 但如果馬上真的出太多 那這邊的話 一定要想辦法打到點東西出來 好 這邊開始開一下自己的TC喔 這邊反正是沒有先選擇下這個彈道學 好 這邊走進來 第一時間 稍微圍了一下家裡 但這邊感覺可以走進去 沒什麼問題 可能還是會吃到一點箭矢傷害 好 這邊走進來 刺猴 右的刺猴很多 後面的數量非常多 16隻喔 那第一時間是升級新奇兵 加上二級房 村民直接從上面逃走 EF這邊想往右撤退 但右邊都是房子喔 這邊要撤退的話 可能要走上方 這邊可能不能再往下走 這邊要稍微堵個口喔 應該是可以趕快射掉這個10強 好 那這邊 清奇兵二級房好 然後再等這個跑速 就可以稍微嘗試做個包超的一個動作 二級攻也有 哇 右這邊的清奇兵是完全體喔 城堡時代最強的 但還是要出幾隻騎士喔 過來助陣一下 後面的攻兵也快到達 賣朋友 這邊的博弈 很重要 這邊黑拉的騎士喔 赤頭是做這一坨了 這一坨送掉就沒有了 這邊選擇分兵兩路 一個走上一個走下面 那這邊只要選擇打一方就可以了 那這邊有洞 再上啊 再回去做一波騷擾 那下面這邊騎士 解家裡防守還解得不錯 其實算很多耶 16隻了 這邊刺猴果然還是要硬上 但這邊起火一發射不死一隻 這邊BIPER很努力想要點射 點射的結果是 沒辦法全部點完的感覺 這邊可能會直接被包超掉 但是也是射掉了非常多的肉碼了 這邊已經做到非常多事情 這邊光兵過來洗個意義點不太大 好 黑拉這邊直接在進去裡面 進去裡面逛街一波又走了出來 遠家裡一直有騎士在做生場 那BIPER這邊只能撤退 但是BIPER已經爭取到非常多時間喔 黑拉這邊用大量騎士喔 直接硬騎上來 龍老師這邊的村民 這邊村民直接大頭難一波 哇 一直在收村 損失有點慘重 哇 這也被圖的村民有點多喔 16隻騎士 大概20幾隻吧 直接上來起來 哇 這邊撲到村民處越來越少 村民處剩下 不到110村了 不是村而已喔 有點少 雖然這個黑拉其實差不多 這波經濟有點打回來 這邊再度收村 但是這邊村民都在TC一下 四處著火 又這邊輕騎兵跟騎士過來做防守 當龍老師喔 重建經濟 但自己來助陣的騎兵雖然還不是很多 好 那這邊龍老師的一個工兵喔 會來做一個救援 阻力終於回來了 這邊喔 還拉幾村去挖野精 相當明智喔 避免自己賺軍 那黑拉這邊騎士數量13隻喔 還是非常多喔 那待會這樣繼續打下去的話 那我覺得 本來是右這邊他們有優勢 這樣看起來 VIPER這邊優勢更大了一點 3TT4T4都開了下來 但是這邊騎士一直有個漏洞 哇 直接把這邊塗了一堆村民 村民差距又被打了回去 家裡其實沒什麼東西可以防守的 哇 這邊村民直接被塗光光 VIPER本來有機會 現在又被拉了回去 工兵國要獨自抗騎士是非常困難的 騎士在團戰裡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存在 但工兵 工兵也是喔 要如何保存自己的工兵數量 也是個學問喔 在團戰來說是相當困難的 VIPER這邊看起來 有點麻煩喔 這邊工兵數量不夠多喔 好 但是由於是TC的關係喔 就算這邊損失了一些村民喔 待會還是有可能喔 可以再把這個經濟再農回來 反正是龍老師家裡喔 一直在瘋狂收村喔 然後村民數量越少 然後工兵的數量也虛不起來 有幾隻工兵就被砍掉了 那家裡也沒有第一時間 一直把大量兵喔 住手在龍老師的家裡喔 所以這個騎士就可以暢通無左 想砍誰就砍誰 好 那這邊開始增加了一下 家裡的一個經濟結構 龍老師家裡已經七七四九天 沒有在做經濟的運行了 終於可以把村民放出來 那又家裡自己有點爆炸 現在又加一個打兩個 黑拉想要努力防守應該沒問題 好 那看起來 Viper跟又這裡守住的話 可能就可以逆轉了 哇 又真的很厲害 他插住我三邊死 他幫龍老師守住之外 來突襲了Viper村民 然後也攻擊到了黑拉的村民 黑拉這邊沒想到騎士數量有點不太夠 因為他這邊是派了這一大坨 要來攻擊右這邊 所以主力部隊其實都不在家裡 但右自己也是看到這一點 兩邊都在看誰來防守的破綻更大一點 這波騎士總是雲燃 我覺得又可能會打不贏 哇 其實直接打得非常快 那弓箭手第一時間是對弓兵做到輸出 大量的村民直接逃難 因為這邊只能塞15個人 滿圓了 電梯不在耶 這邊直接倒光光 右的村民術下降之勝46村 是全遊戲裡面 村民術最少的一個玩家了 這邊再找個兩村 哇 這邊分兩隊了 後兵過來防守 那右的一個主力也回來了 看著回來已經承內 被洗劫異空了 那下面這邊分兩隊 是個好選擇嗎 麥本想要分兩隊 找對方村民 但什麼都沒找到 反正是找到對方騎士 過來增援 這邊抖洞躲掉箭矢 哇 還是倒地 可以打出一個洞 黑亞在這邊 意識的叫 Viper 撤退 這邊要讀孔啊 還是稍微回頭打一下 空兵稍微回頭射一下 上方也有VV的一個 空兵在做個輸出 一致排開 黑亞的騎士數量其實不太夠 只能先選撤退 空兵空兵還是要撤 這邊繼續再 再逼著 以後的村民逃難 後面回頭 稍微再射一下 相公兵 現在拉鋸越來越大 雖然越來越多 這時候黑亞 開始展出一些大象 大象對於攻擊 對方的工兵 腦袋騎士 效果都不錯 但確定就是速度慢 又怕僧侶 這邊除了在防守上方以外 也在進攻VV的家裡 這波騎士應該是能把這波工兵解決掉 這邊村民第一時間沒有逃走 反正想要蓋木牆 但是反而被白河射掉了一村 工兵直接被包抽掉 又這邊看到情況 蠻好的 直接回頭 開始營救自己家裡 白河這邊也是繼續做一個騷擾 那目前又有村民很慘 只有38村 剪技其實越來越慘了 那又有這邊 OK啦 這邊是一直用這個騎士 一直去做攻擊 龍老師加力的一個動作 村民樹還有71村 村民樹慢慢拉了回來 但是村民樹很明顯有差距了 差距快要附到了100村 這時候點一下帝王時代 白河這邊點帝王的話 應該可以帝王勸退 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騎士稍微過來解一下 直接全部滴掉 直接全部滴掉 好 白河跟黑拉的一個連動 看起來是不錯的 這邊大象又要來 大象來的話 再加上白河的工兵 應該就可以 這一次就可以拿下了 哇 這個大象怎麼擋 你只能靠僧侶了 騎士過來也會被抗扯 好 黑拉這邊 開始把自己的城堡往外蓋 但是遇到對方的一個 僧侶在做招想 你只能選擇撤退 這邊用工兵先優先點掉 對方的僧侶 OK OK 大象也沒被找走 好 MIPER的工兵過來做個捷虎 就是騎士喔 直接席捲後方MIPER的TC 這邊雙TC又被抓掉 那這邊村民只能撤 但是正面 其實已經壓到了龍老師的家裡 是家裡村民只能一直跑 那這邊最好是用這個大象 直接優先去點對方的一個TC 然後用少量的一個大象 去幫忙MIPER的一個正面就可以了 這邊大象躺3 躺的還是不錯的 這邊要點下這個象牙劍 下牙劍點下之後 大象攻擊一盒再加3 這個拆對方建築的速度 跟攻擊對方騎士攻殿 效果都會非常棒 好 MIPER家裡還在持續被圖 但是這邊經到帝王時代 開始升級3擊射 那待會兒奴兵喔 開始擊射嗎 來不及直接打錯一句句 好MIPER出了153隻攻殿喔 經濟超好的 那這邊黑辣轉大象也 我也覺得相當關鍵喔 因為大象一出來之後 騎士攻殿都會有點難解決 而且連TC喔都會被直接拆掉 當作工程器的概念 那黑吧 黑啦跟MIPER這邊連動 我覺得也相當好 一直有做到一些連動動作 該做的事情 也是相當精彩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下場比賽吧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場比賽 那這場比賽 紅方 是YO YO選是Pora Pora的話 這經濟場 最有名就是他塔弓拱戰術 特別的強勢 而且經濟也不會太差 再來就是他的隊友 這個龍老師 龍老師 是選擇了缺者羅人 缺者羅人 一開始這個冰雅 可以進入魔防裡 所以這個魔防 開局就要先蓋 好 這邊已經開始蓋魔防 那第一場有特殊打法 就是 隊友可以再多給兩隻羊 去給自己的隊友 缺者羅人 去增加這個 魔防 一個採集食物的肉量 那這個打法比較特殊一點 不一定每次都會看到 那有時候是多兩隻或是四隻 讓他直接塞到十個人 這樣子 好 應該是多兩隻就夠了 好 這邊總共會有八隻 那就要看一下這邊 YO 會不會給兩隻冥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HEA HEA選擇的是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的話 最大的特色 是這個火槍兵 還有這個洛馬 那洛馬的部分 是可以直接快速升級 不用研發 直接給你 城堡時代就給輕奇兵 帝王時代就給這個 炫耀力輕奇兵 升級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是遠方 肉馬遠方 還會多加一 所以這個馬 還比較沒那麼怕見死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葡萄牙 葡萄牙的話也是火器為名 那他是風琴砲比較特別 那帝王時代還可以蓋這個港溫大商戰 讓他有這個無限資源的加成 那葡萄牙的話 其實 最大特色 是這個 所有的單位都減20%的黃金素 所以不管是出攻並有騎士 彈性都是非常不錯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打法 我們先加速一下 這邊是沒有打算給隊友 再兩隻羊 那這個打法真的比較特別 給兩隻羊這個動作有點 嗯 我覺得不算是非常好 有點自己把羊吃一吃 還是比較好 把經濟稍微更好一點 有點這樣好像是 有點投資經濟喔 在這個驅逐龍人身上 那自己經濟稍微會差了那麼一點點 差兩隻羊不會說非常 非常嚴重 但是還是會有點差距的 自己的配置前起 可能要再稍微調配一下 才可以打出更強勢的進攻 不然如果 不然要打塔公公的話 就少兩隻羊 這個肉類可能會不太夠 生石袋喔 跟這個 拔木頭跟石頭的數量 可能就要配得更多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 Wiper Wiper這邊 經濟看起來蠻正常 那由於我現在聯播了三場 所以聲音其實有點少瞎 好 所以請大家多多見諒 可能話語開始會有點變少 這聯播屋場好像真的有點硬 好 好 那來看這邊 好 拉豬也蠻順利的 那真的一看喔 是這邊 龍老師喔 驅著羅倫的刺猴 可不可以做到一點事情 因為這個刺猴可以站在前起喔 是一個霸主地位喔 想砍誰的刺猴就砍誰喔 血量70滴血 非常的多 那到了封箭時代攻擊在獨家2喔 而且還對這個刺猴有外傷害 所以這個是兩架的刺猴要特別小心的 好 那波蘭 又有這邊選擇了在野外野軍營喔 待會就要來先插一個箭塔 然後再蓋一個射箭場 直接做一個潛壓 哇 進攻時間超級早 一到封箭時代馬上就開始尻石牆 那這邊箭塔第一時間蓋好之後 應該會敲到另外的地方喔 好 空兵才在生產 好 再來看看家裡的經濟配置喔 家裡的經濟配置應該是會先不挖黃金 先挖石頭 然後待會再去挖黃金 待會要有木頭才可以開始挖 呃 前面喔 只會先出個幾隻喔 空兵 開始來做 靠石牆的動作 那這個打法有個翻本喔 就是不挖黃金喔 只挖石頭 因為破爛挖石頭會產黃金嘛 所以他其實也不一定要挖到黃金喔 就是直接挖石頭 然後產黃金出來 慢慢升這個工兵就好 那自己的經濟喔 就不會太慘 那這個是決定喔 全部挖黃金喔 石頭不挖 所以另外版本就是 這三隻村民喔 全部去挖石頭 然後挖石頭挖六到七個人 然後就這樣子一路 插卡插到城堡時代 然後移到城堡時代 還可以蓋城堡 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打法比較特別一點 那有機會有人這樣打 我再跟大家做介紹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黑啦已經上到了城堡時代了 好 相當早 那龍老師還有50秒 麥克爾這邊是 由於要對抗塔攻的關係 稍微慢了一點點 但也沒有慢太多 那這個這邊城堡老師代一出來 待會投資車就可以輕鬆解掉 這一步的進攻 那這邊第一時間是選擇出青騎兵 這邊醫院一生時代 青騎兵傷害就很高了 第一時間就可以解掉這邊村民 哇 兩隻村民解掉 這邊波蘭 給我的塔攻 攻勢應該就被解除了 好 那這邊塔攻勢 戰術宣告 可能就沒辦法再繼續進攻了 這邊城堡一出來 這個阻境就可以搶回來了 好 龍老師反而是在加利農啊 出了幾隻 這個 沙騎馬出來擋一下 那這個沙騎馬 最特別的是 他是取代騎士的單位 對抗近戰比較慘一點 但是他可以躲掉箭矢 五發箭矢是到他身上 可以直接閃掉 一滴傷害都會造成 那五隻之後才會開始做 才會比較有傷害出來 好 那這邊風騎砲出來之後 就可以抵抗這邊劍塔的一個騷擾 好 那這一波 Viper 應該沒問題 這邊會進來嗎 進來之後會被塵寶射 好 風騎砲再繼續做操作 好 沙騎馬直接走進來 直接尻村民 砍很快 這一村應該可以拿下 第二村能拿掉嗎 這兩個隻直接到裡面開敲啊 好 這邊直接插一個神路劍塔箱 來插一下這個墓區 那黑拉尤也在農3TC的關係 所以這邊第一波清晰出來之後 就沒辦法再繼續出了 等3TC應轉好了之後 才會再繼續出這個落馬或是騎士 好 看起來這個沙騎馬 沒有辦法再繼續往前了 但這個時候 波蘭也上到了城堡時代 上到城堡時代的波蘭 第一時間可能也是要開農 這邊他這個文明不懂的話 是買法爆出大量的免費錢 便宜騎士 會打的有點痛苦 所以上城堡時代才是波蘭的一個重點 要怎麼打 是個問題 這邊工程器知道說 BK陀車開始進入防守狀態 那這邊可能會點下救贖思想 來招想一下風琴砲 好 這邊城堡蓋一下波蘭 這邊直接果然上城堡時代就是要插寶 直接先插在右身上 右這邊 插在這個黑達身上 講錯 剛才這邊稍微就看到這個石頭 這個黃金喔 這個插 插寶的位置喔 也算是稍微有研究 哇 但是Bike這邊已經點帝王時代了 哇 點的時間超級早耶 這個時候點帝王 感覺能打到點東西喔 好 這邊用自暴兵炸一下城門 城門直接進來 這隻波蘭馬可以打到非常多東西 這邊就算收村 可能也是會有一些村民沒辦法逃難 怎麼辦呢 這邊收村 這邊沒辦法全部收完 這邊村民超多 25隻 這邊蓋這個馬就 來不及蓋駱駝出來 駱駝還在生產 這邊想要來即時反噬有點困難 稍微溜一下對手的殺西馬 好 這邊直接砍TG下的村民 還是做到了一些事情 殺西馬 損失速度非常的慢 哇 村民被砍了非常多隻 但是駱駝開始有克制的效果出來了 這一波進來守得還算是可以 雖然還是損失了一些村民 但是無可奈何 這個要是我的話 可能直接GG了 黑拉還可以守成這樣子 相當不容易了 這一波進來 OK 稍微損失了一點經濟 但是黑拉這時候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那龍老師這時候才點下 大概差了快兩分鐘 那也差不多 畢竟自己出了這麼多殺西馬 OK 家裡全部解掉了 那現在村民樹 黑拉的村民樹降至79吋 那龍老師還有89吋 有10吋的優勢 那 Viper這邊也慢慢的 把這裡家裡的外環全部解掉 頭車 這個箭塔全部拆掉 裡面的弓兵也是全部招難了 那帝王時代也好 巨型頭司機可能 待會就可以開出來了 好 這邊 第一時間 又有一個樹帝王時代 然後巨型頭司機開拆城堡 那這邊TC會慢慢開下去 這邊是一個黑 這個封建塔公公跳帝王打法 好 波蘭這個打法非常特別 這個經濟是怎麼配的 他不到8 不到16片田就可以上帝王 單TC運轉 這個戰術相當早期 好 這邊再繼續深入叉城堡 那這就是波蘭厲害的地方 一直挖石頭 房間還是很多 可以點帝王 還可以產這個巨型頭司機 那這邊波蘭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趕快升上這個箭矢傷害 還有這個彈造血 利用這個城堡的進攻 還有這個箭塔 去做一個騷 跟身差的動作 然後自己家裡再轉出一些場槍兵 或者是憑你的騎士 做助陣 所以這邊波蘭的話 一直想要用前面 吸引你的壓力 去做一個進攻 那家裡的話可以算是完全沒防備 好 那第一時間 Mapper來到了幼兒家門口 我們要來進攻一波 城門菜書非常快速 這邊直接買石頭 買了300石頭 要在家裡蓋一座城堡 做第二道防線 黑亞的一個駱駝 在家裡稍微逛了一下 看到什麼都打不到 只能選擇撤退 這邊出了幾隻肉馬 想要來看村民 但是這個城堡可能要掉了 好 這邊直接稍微蓋一下 稍微防一下巨型頭司機 巨型頭司機肯定拆不掉 因為肉馬傷害其實不高 哇 城堡也塞掉了 完蛋 黑蘭這邊壓力越來越大 那Mapper這邊要趕快進攻 沒給到對手壓力的話 這邊時間拖得越久 對黑蘭越不利 因為城堡掉的速度很快 所以黃金也被控 裡面這個黃金被控蠻傷的 好 村民偷偷出城門 去挖野精 這邊野精能挖的只有這一塊 還有重新這一塊 不然就再跟上方一點 不然就是要到Wiper家裡挖了 所以目前黑蘭這邊 黃金上的壓力非常大 很快就要斷進了 這塊黃金挖完就沒有了 在城堡這邊做一個反制 如果上來想要直接硬打應該沒問題 這邊第一時間沒有先打孫律 孫律直接被尻 分數沒辦法時間尻完 後面駱駝再繼續輸出 黑蘭的駱駝比較多 龍老師這邊的殺騎馬 加上動動駱駝全速倒地 後方的軍銀頭司機 想要輸出可能有點困難 所以火炮第一時間去拆火 去拆軍銀頭司機 拆掉兩台 完美 後面的駱駝開車過來 想來對火炮進行輸出 這邊黑蘭把駱駝全部掉回家裡 可以駱駝爆路線 這邊防守做的相當完美 但是駱駝市量越來越多 不知道黑蘭的黃金礦 還能不能支撐到出這麼多駱駝 這邊巨型頭司機在做拆除的動作 風情砲也來 龍老師家裡做一個壓力 這邊錘子兵也慢慢出來 錘子兵可以有效對方的一個駱駝 駱駝其實防禦板就不高了 所以這個破甲效果其實並不好 好 這邊黃金挖完 差點又過去挖 我們去先挖個木頭 買賣一下資源 這邊龍老師很想要一波打死黑蘭 Rype這邊進攻由於 試用風情砲的關係 第一時間起司 沒辦法直接傷到重傷經濟 這邊城堡即時打爆了 這邊也都圍死了 這邊再繼續拖時間 龍老師現在的目的 就是要把這個黑蘭直接打爆 打爆黑蘭的話 基本上大局就一定了 Rype這邊風情砲進攻 其實速度不快 這邊點下來的銀行制度 要來抖內一下給黑蘭一些資源 既然龍老師的駱駝一 就數量太多 這邊防守下來 看起來有點快守不住 OK 銀行制度一好 直接抖內了347黃金給黑蘭 黑蘭這邊收黃金招 馬上又補下了一些 好 駱駝做一個資源 哇靠這邊村民 直接跑難 tc直接爆開 農田直接沒了 這邊升級了大級兵 級兵升級好之後 要來去幫 黑蘭拿回來家裡嗎 但家裡其實已經被圖村了 哇黑蘭的數量 等一下四級村 這枚駱駝 野蠻要做到其他事情 風騎炮直接殺了進來 但是進攻方面是慢一點 風騎炮就是機動性太差 好這邊大級兵 直接過來想要硬頂 這個軍銀頭至今可以守得住 黑蘭已經開始搬家了 這邊這波鑽進來 Viper可能要挫賽了 這裡並沒有太多軍銀 現在正在蓋 哇黑蘭直接被慘到都根 最後一個劍塔 也是死守很久 那這個趨著羅倫 最大特別的能力 就是這個薩蒂利 除了這些軍事檔委 弱量可以減少很多 這邊軍銀頭至機能拆掉嗎 後面沒有村民在修理 這邊級兵 稍微防守一下 稍微溜一下 用這個趨著羅倫的 反任頭至手 去針對對方的步兵 這邊有一隻水解掉 我給這個城堡最後守住 Viper的進攻被中斷了 沒辦法繼續做一個大規模的殺傷 反倒是Viper的家裡也是四處著火 那這邊波蘭也沒有受到非常嚴重的傷害 這邊火炮也出來了 要來反制軍銀頭至機也是輕而易舉 而且波蘭這邊轉出的工兵 待會出了強弩之後 就會有效打擊這些駱駝跟擊兵 很輕輕喔 Viper最後一個TC 直接被裡面的人被打噴了出來 這邊還是引起出一些駱駝 來防守 但這波進攻 這邊是傷慘重 我們回頭看一下 這波駱駝過來 風情砲直接原地開火 駱駝的損失失任務 非常快速 沒想到是這樣解的 直接用這個原地開火 自己全部射光這些駱駝 效果還是蠻好的 效果還是蠻好的 駱駝過來之後 這邊想打出洞來嗎 但其實家裡的經濟慢慢穩固了起來 OK 強奴加上拇指環 這邊殺氣麻 解風情報傷害也是蠻高的 但是有擊兵炸 其實也不太好解 但是VIPER最後的一些法目蠢蠻也被抓到 貝拉經濟又再度的下降 怎麼辦呢 VIPER 這邊槍弩出來 還在打嗎 槍弩再來這邊也進攻不了 第二波露駝 想來保護VIPER的這波風情砲 但風情砲一直沒辦法往前伸推 第二次選擇 用殺氣麻加上還人頭子手 直接要來打最後一波了 這波進攻 兩方的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還人頭手在不輸出 龍老師一個人 就要來開始解掉這裡所有的單位 黑拉賓全速倒地 VIPER的風情砲也沒了 家裡這一波進攻 也卻沒辦法持續打進去 又的家裡 或者防守做得很不錯 二道防守 城堡蓋好 然後後面還有奴賓 然後補削桌的房子 拖住了VIPER的進攻 那這邊拿到的黃金 就可以一直挖一直爽 那目前龍老師跟佑 只要解決VIPER 就遊戲結束了 現在VIPER要面臨一打二的壓力 黑拉家裡經濟還沒復甦 臭命只有五十幾村而已 鳳田這邊開始慢慢轉出一些馬修 開始要來轉些馬來幫助VIPER 在VIPER這邊一個人能撐住嗎 這邊慢慢把蜘蛛蓋出來 火炮加上弩兵 再去做一個弓箭動作 那龍老師也開始把自己的兵 往上派 北上救援 又 中國這邊的聯動打得非常好 這個默契 這個戰術有到位啊 很像看職業賽事 這幾場比賽 這個真的有職業水損 這幾場比賽 這個搭配很厲害 好 機兵再度上來 靠了上來 能不能解掉這一坨呢 不知道 很輸出 但是全部被強奪解掉 這邊雖然戳爆了一堆殺西馬 但是環弄投資手解決不了 後面的駱駝過來也全部解除了 VIPER這一波的軍事全速倒光 能後撤 這邊又補了最後一波的大洛瑪過來出來 但是 出來的時候前方的VIPER 兵力早就全部被斷後 這邊而且遇到駱駝 大洛瑪也沒辦法處理 只能拆工程器 VIPER這邊看起來 有點難打了 這還能再打嗎 第一時間去拆 投資機 拆掉一座還不錯 要來抓火炮 但是火炮抓掉好像也不太大 現在全部壓了過來 黑拉的家裡 最後一塊淨土 又要再被拆除了嗎 風情砲集中性太差了 真的是比不上這些起兵國家 但是打這個陣地戰就很強 風情砲 可惜沒有讓VIPER打到風情砲這個陣地戰最強的地方 這邊 洪老師加上有 這個早期進攻 確實拖到他們這些地後很強的文明 火氣文明 這個發展時機 跟一個成熟期 好 在這邊 大量的沙騎馬直接驗了上來 右邊有駱駝想要針對肉馬 駱駝後面包抄 正面沙騎馬開砍風情砲 這邊沙騎馬左 這個風情砲錯誤其實沒有很好 還是倒了非常多 但是數量上的碾壓 讓他就算烈士也打成了優勢 等著後面距離投資機再過來衝突直接頂爆 來不然這一波看起來守不住 黑拉來不及龍回來 這邊應該要打出了聚聚 黑拉來打出了聚聚 來不及一次 好 來衝突 哇 又是跟 龍老師這邊打得很好 這個聯動 相當關鍵 尤其是也有這波的操作 前面並沒有投資太多的劍塔 到城堡時代 還馬上轉去攻擊黑拉 因為他也知道 白牌的經濟也被拖到了一點點 直接馬上跟龍老師一起攜手 一個樹帝王 到了城堡時代 然後蓋城堡 然後帝王時代 然後蓋城堡時代 迅速拆掉了裡面城堡 然後龍老師再用一波的殺起馬 直接塗個一波 那第二波再過來 黑拉其實就有點不太行了 哇這個打起來 看起來這個都已經想好這個套路 2比2這個打得非常精彩 好 那我們繼續 就來看一下第四場比賽吧 OK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第四場比賽 第四場比賽 紅方是選擇的是薩拉森 那紅方是右 那薩拉森團戰的時候 我覺得是相當難用 因為他能打的東西只有強弩 跟這個駱駝兵 跟這個駱駝兵 這個奴隸兵 奴隸兵的話也是造價很貴 使用的時間也是蠻少的 因為對面的工兵的話 也可以有時候克制奴隸兵 所以薩拉森我覺得上手的難度 是非常偏高的一位文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庫曼 庫曼的話在團戰來說 算是一個很濃的文明 但是他有沒有像其他的玩家 文明給的這麼有壓力 但是在競技場來說 他的發揮就不錯了 而且在團戰來說 因為就變成說 對方一定要去整隊庫曼 不能讓他農太爽 畢竟人家封建時代就可以開農了 一定要來做個早期進攻 才可以讓他有效克制 他的一個經濟發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藍方 藍方是波蘭 波蘭是黑拉 藍方可能會剛剛選擇 像優的一樣作戰方式 畢竟塔公公在這個競技場來說 還是蠻熱門的戰術 那這個戰術會比較取決於 這個文明 挖石頭有沒有優勢 或者是上這個工兵 也比較便宜 或者是能不能更早期進攻 都是一個特點 那波蘭就是蠻適合 做這個戰術執行的文明 畢竟自己經濟肉量或許穩定 然後上這個封建時代 城堡時代也不會太晚 花石頭又有黃金加成 所以波蘭算是塔公公的首選文明 好 再來看一下這個 波西米亞 Viper 那波西米亞這個文明 最大特別之處 就是這個 他的這個後期 有這個榴彈炮可以使用 帝王時代才會有 那他的單位是戰車 那這個戰車算是康德公兵的 對騎士來說比較害怕一點 那總點而已 這個文明算是非常大貨席 你要等這個大吉兵 還有火槍兵 然後這個榴彈炮 全部出來之後 這個文明 才可以發出他最厲害的地方 那前中期 算是如何發展 算是對波西米亞的一考驗 那再來就是他的宗教仿熱 還有這個神聖思想 都對這個村民 都有一個不錯的加成 也就是這個宗教狂熱 宗教狂熱可以增加村民的移動速度 就可以讓他的一個 村民的移動速度變快 增加這個經濟的效果 所以這個城堡時代 早點點下這個宗教狂熱 是對波西米亞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我們先加速一下 前期我們都稍微看過一下 因為前期競技場來說 都是在忙而已 並沒有什麼特別開戰的地方 那這次節目 比一次播五集 所以我已經播到有點雅調了 請大家再多多見諒 我的聲音已經開始母湯了 好 那這邊反而是薩拉森要來前壓了 那右這邊居然是選了薩拉森前壓 那這邊很有可能是一個薩拉森四級買賣前壓的作戰方式 那這個很特別 非常少見 那這邊薩拉森四級很便宜 只要745木頭 就可以蓋一個四級 那大圍這邊應該是塔弓弓 又是塔弓 結果又是塔弓戰術 結果波蘭這邊沒有做一個塔弓啊 這邊還沒上房間時代 跟村民沒出門 但是有挖石頭 哇 這邊居然不塔弓 庫曼的話那要怎麼打 哇 這個有點疊破眼鏡 我以為波蘭會塔弓喔 結果沒有 好 這邊了房塔 蓋起來之後打破這個石牆 待會就要進去裡面深插這塊石頭了 應該會插這個位置 或是這個位置 這邊已經被MAP先插下了 而且石頭有在挖 好 這邊補下四級 準備要來靠一下薩拉森的買賣一波 好 這邊直接脫離WIPER的箭塔的一個範圍 逼迫WIPER會補下第二座箭塔 但是他這邊蓋的是哨塔 這邊好像有點騙到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不算虧喔 該蓋的還是要蓋 好 這邊想要蓋城門 想要把裡面的村民給 給控下 他這邊蓋一個城門的話 這邊就不能從這裡出來了 好 工兵一出來 就可以有點難打囉 沒工兵可以第一時間收掉所有的村民嗎 來不及 還是逃得出去 這個反應速度非常快喔 知道被包抄了之後 馬上就把這個城牆給拆了出去 反應速度很快 好 那WIPER這邊塔弓沒有 不是WIPER 右這邊塔弓並沒有非常激進 打得很保守 劍塔都是一個對差的動作而已 好 這邊利用這個劍塔的一個極限範圍 稍微去克制一下對手 但自己的塔 自己的弓兵也可以出來做防守 哇 這邊失誤 直接收掉了一隻弓兵 那麼 這邊應該是想要鑽西農了嗎 看一下這邊鑽西農 OK 兩個大床園喔 待會要再補一下 16片田 所以他這邊第一個人 上到封建 在這個城堡時代 但是 目前庫曼 臭名上的基因很有領先喔 52吋 53吋 所以說全場最多就是庫曼了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打法 好 馬上開下3TC 要來跟庫曼對農一波 那這邊廖望塔一樣爭取在時間 那波西米亞到了城堡時代 趕快這邊前線喔 蓋一下城堡 可能可以蓋這個位置喔 好 把這個第一滴了 然後把城堡蓋這個位置 直接拆兩個城 兩個劍塔 然後黃金還可以搶回來 好 其實還蠻不錯的 好 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當然庫曼也要升到城堡時代了 那庫曼領先村民還是相當多 領先大約快要十村喔 好 又有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那這邊靠了買賣一波 賣了一大堆黃金 賣一堆木頭 換了一堆黃金回來 好 結果是庫曼這邊進行一個先攻喔 直接插城堡在你家門口 那現在要草原騎兵 那這邊插動盡 可以用這個 清茶了 我們燒出清茶 但清茶的話城堡時代蠻強 帝王時代就感覺複蠻通通 好 那這邊第一時間先升到了帝王時代 又這邊也點了城堡時代升級 那這邊前置城堡 庫曼進攻來說 可能會有點壓力喔 因為這邊巨型頭司機很早期就可以出來 哇 這邊城堡再繼續往前壓 可以啦 這邊壓力越來越大 這邊要怎麼防守呢 好 電用時間準備要好 好 結果是萊伯爾先生造的帝王 那黑辣這邊還沒有點帝王 黑辣這邊點帝王 還有段距離喔 黃金不太夠 好 這邊投車出來 稍微進攻 好 電用時間移到 這邊巨型頭司機準備開場 好 在這邊清茶的單位開始做一個輸出 但是很怕箭矢喔 直接被射爆了 好 進行頭司機開開城堡 好 我覺得清茶會直接走進來 做一波 打擊喔 哇 果然直接殺進來了 又在十一村 黑辣家裡 直接BBQ 但是這邊點下貴毒特權升級 黑辣看起來是不是 沒有要升帝王 好 開始點品種跟二級攻 那就開始要出大量的一個騎士喔 做一個反制 黑辣這邊的地方時間快好了 不是黑辣 還有個viper 那這邊有沒有石頭可以去蓋城堡呢 後面只有黃金而已喔 那時候在這一塊喔 現在也不能蓋 這裡有箭塔 那這邊還有一個viper的投車 再做一個 果然掉了 我知道 這個箭塔很準的 那這邊 城堡掉了之後 結果是viper的工兵過來救一下 這邊工兵沒有在家裡喔 反正是跑來救黑辣這邊 黑辣這邊努力上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開始暴弄一波 又來出這個便宜的騎士喔 來反擊對手的巨頭司機喔 這三巨頭實在是太快了 這邊想要直接射掉對方巨頭 可以嗎 城堡再繼續往前幹 好 唉唷 家裡現在壓力不是那麼大 原油這邊進攻的關係 所以 經濟上其實沒有那麼好 好 自己家裡反而是開出 修道院 等一下這個宗教狂樂的樣子 好 那這邊波蘭 城堡時代也沒關係喔 畢竟這個 有大量農田 好 等要把這個巨頭實機給克制住 就沒什麼問題了 這個清茶 風盾的效果非常好 唉唷 特別小心喔 這個散彈槍馬工喔 我都這樣撐他 清茶這個單位 你看這個散彈 哇 箭矢很多法 一次放很多個出來 好 右邊的 右的一個工兵也是過來 對Viper做一個 進行一個對射 出兩牙子 好 左邊這邊 貝拉這邊要直接做一個進攻了嗎 還是要等一下 二級防 二級馬 公兵 攻擊也已經好了 在這邊 其實這邊可以直接衝進來 但其實 不太敢 因為如果直接衝進去的話 他巨頭實機就沒人防守了 哇 公兵直接來抓到這裡 大 大中原的一個位置 貝拉這邊其實很濃 臭雲樹還有99村 那蒙古 不是蒙古 庫滿這邊只有88村而已 雖然破蘭這邊還是有 農田上的優勢 這邊肉碼數量還是不夠多 不是肉碼 騎兵的數量不是很多 好 火香兵過來也 過來做個血訪 這邊兩邊都是打一個 稀鬧 稍微把這些搶回來之後 可以在這邊蓋城堡 把這個石頭跟黃金全部守回來 重點是這波 這波交戰能不能 換到一些單位 這波交戰能打得還不錯 但是破蘭這邊還沒對王時代 第一時間還是要趕快先拆掉巨型頭時機 巨型頭已經拆完才是真的 但是這邊清塔數量也是可以減少非常多 這邊還是把巨型頭已經拆掉了 清塔數量銳減到只剩下11隻 這其實雖然其實還是OK的 Live的火香兵開始來駐守 好 助手一下波蘭 可以打這邊的領地 好 這邊是出火 那這個時間點也差不多該上到電王時代了 有 對 已經上了 電王時代也好 這邊是選擇打僧侶戰嗎 三個修道院 還點一下這個印刷技術 增加這個僧侶的招翔射程 那莎拉森這邊可能是打算走一個 招翔路線 想要來招對方viper的榴彈炮 跟這個 其他的工程器單位 目前看起來這個打法沒什麼問題 右這邊的實力操作應該是可以的 一般人來打這個戰術可能就會落賽 但是右應該是可以 好 這邊走過來 vip拉了一些戰毛兵 再來對抗這個刑場 效果還不錯 這個城堡順利拆掉 這塊金可以搶回來了 但是上方這邊村民直接一個招翔異波 還直接踩住了TC的地基 好 這邊果然 又得一個僧侶開始招翔火炮 火炮第一時間沒辦法 跑掉 哇 差點被招到 那家裡這邊出兵點一直被招翔 這邊拍了一隻騎士棍 來要撿騎士第一時間可能會被招走 這個騎士要低一下 完蛋沒有低 尷尬了 現在是戰毛跟僧侶的大戰 這個城堡應該是也要掉了 城堡掉了之後 騎士要開始往前了 火象兵也開始上前 OK 城堡最終還是打爆了 開始慢慢收回黑拉的石兔 那黑拉這邊轉出了大量肉 然後請起兵 可以來做一個反制 哇 請起兵還是順利的被招走 果然加三射程的僧侶就是不一樣 招翔的時間夠長 好 這邊還出了一些弱奴兵 哇 這個超級黃金組合 僧侶加奴隸兵 黃金爆表 好 開始用榴彈炮 把這裡的領土給收了回來 哇 這裡一直被神堡射 被射死了兩隻火象兵 好 城堡這位一直清洗兵 黑拉 還是用這個清洗兵做了很多事情 那差不多 灑這麼多田了 也差不多該上帝龍時代了 好 果然一講完就點了 這個田喔 一定是夠的 那主要是因為有出清洗兵跟騎士的關係 所以肉一直沒法上 好 這邊稍微斷一下兵就可以上 好 這邊更大量的一個清茶 灑了過來 這邊稍微微一下 好 還有陪著戰寶兵走得有點慢 第一次沒辦法趕到 好 這邊戰寶兵可以做一個包抄 這裡這裡有城堡 這邊來不及讀口 完蛋走得進來大莊人直接被侵擾了 這就是波蘭的最大弱點 大莊人怎麼防守 是一門學問 這個清茶很痛 彈彈槍攻兵 所以看清茶這樣射的其實蠻舒壓的 好 彈戰毛兵過來 但這個小穴就沒什麼大意義了 而且後面還有火槍兵 但是又也不是吃素的 看是奴隸兵加僧侶 開始進攻這邊的金礦區 煙火後來被招走了 清茶繼續在做一個殺老 但這邊數量開始瑞減了 數量開始不多 好地的一個清茶數量 開始變多了 好 後方這邊進攻 又來第二波 但這邊已經稍微為死了 好 銀茶跟騎士上來貼一下 好 銀茶跟騎士上來貼一下 好 開始 破滿要轉出遊俠來了 遊俠的話殺傷靈更足夠 好 這邊一個大包抄 大量的騎士 直接從上面抱下來 奴隸兵加上騎士的一個組合 走速要夠快才可以有效阻止 這邊戰毛兵也過來 打奴隸兵傷害其實也還可以 越奴隸兵沒有什麼遠方 這遠方的防禦槽只有一 只有一而已 好 這邊靠著黑拉的幫忙 一起把幼趕出去了 這個領地 但是庫曼這邊 重裝騎士 開始辛勞波蘭的領地 波蘭這邊的地 先上到地獄斯坦 馬上升下了這個 重裝騎士的升級 但三級功還沒有點 先上到地獄 運動之音過來開拆 這一波進攻能守住嗎 這裡很多遊俠 遊俠重裝騎士在護撞 遊俠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庫曼經濟其實沒有到非常好 好 這一波又被波蘭的重裝騎士逼了回去 好 牌克這時候轉出了大疾病喔 可以有效克制一下庫曼的 這個遊俠 好 這邊開始收復司徒 MAP這邊兩邊喔 打得相當的保守 並沒有想要一直突飛猛進喔 直接去拆對方家 把這先穩穩的鎖住家裡之後 再把門轉出一些兵喔 先鎖住戰地 好 這一波大戰 一觸即發嗎 這邊是由 有龍老師的單位而已喔 右這邊其實 不太知道他到底想打什麼戰士喔 薩拉森後期能打的 就只有這個奴隸兵喔 真的能打 奴隸兵跟強奴 其他東西都不太行 好 那剩下一條 薩拉森的鎖鎖血量 也是全遊戲最高的 不然就是後期要轉鎖鎖 但是如果轉鎖鎖 這邊火炮第一時間也沒辦法出去打 要被燒掉了 哇 尷尬 viper的火炮又被找走 這邊榴彈炮遲遲無法點下 這邊這波進攻 viper的大量戰狼兵直接遠地倒地 突然直接過來救援 火槍兵後面輸出 這邊的戰略很好理解喔 前面佔戰矛 然後去打對運清場 然後對方重中騎士上來 火槍兵就可以處理 這個就是Porsimia的一個 現代化軍隊最強的地方 但這種打法通常都搭配一些火炮 殺傷力更足 最好是三到四台喔 榴彈炮 有機會喔 就偷砸對方的一個騎士路徑 也可以一次打倒一整排流霞 非常好用 這邊還點下三級農田跟真正秘技術 還是家裡 viper家裡開始越來越守不住了 這邊再繼續支援黑拉的話 可能壓力會太大 這邊可能要扣一下黑拉 拍一些重中騎士喔 來撿到這一波的進攻 不然火炮把家裡都拆沒了 viper的村民處其實一直沒有很多 只有88吋而已喔 兩邊都已經100多吋了 就只有viper像是村民處最少 有點顛覆我們對viper的印象 viper的印象都是大暴龍 然後出超多強勢兵種 然後打了一波 這邊配合一個擊兵夾擊 直接用重裝騎士加擊兵上來 這邊可能要稍微圍死一下 但裡面有一些重裝騎士在砍村民 這邊騎士這波解的不錯 全部解掉了 後面的生女的一個後患 這邊遊俠 褲蠻還沒有轉出來 經濟上還是有點慘 這邊是不是要來開四季 哇 要開始跑貓翼 要來打超級大後期了 這邊viper他們也轉下了手推車 跟這個硬幣技術 那看起來現在要轉出 大量的 貿易車隊 好像是這個重點 但這邊viper是先轉出了榴彈炮 榴彈炮轉出來 就可以開始進行弓箭的動作了 那目前中國這邊是各打各的 又自己打自己的 庫門自己打自己的 自己什麼都錯 當單挑再打 黑仔跟viper的一個溝通聯動 感覺上市比較OK一點 那很有可能也是因為 所以yoo跟viper他們覺得各自分開打 給的壓力更大 確實感覺也是如此 畢竟 對方有pushy me 榴彈炮是可以針對性 枉犯性的殺傷 所以盡量不要聚在一起 確實也是一件好事 好 很困難這邊可以考慮 轉出一些其他單位 例如強奴之類的 不然就是這個戰垂兵 也可以 可以 後面也有這麼多青騎兵過來騷擾 但是有疾兵戰應該很快鎖住 這邊攻堅大量的一個駱駝 加上熊腦力青騎兵想要來突破城門 但這邊viper反應速度非常快 直接讀口 但這塊黃金可能也挖不完了 因為沒有城堡防守 怎麼辦viper viper 你現在家裡不能在我外派了 要守家了 OK 黑拉這邊突然轉出了 烈克提克遺產 等一下之後 這個大落馬就有践踏效果了 這擴散傷害非常猛 好 後面一個羅兵撥過來 但是奴力兵 效果其實還不錯 好 果然這邊用大量的一個中裝騎士驗了過來 便宜騎士就是任性 想吃多好吃就吐多好吃 好 這個態度的把大阿神後避了回去 那這波進攻 爛牌牌的說明術 遲遲沒有辦法突破100人 這邊奇兵直接上去 硬抽一波 這邊攻堅城堡 能不能成功呢 好像有機會 因為沒有石頭在修理 但第一時間 自己的巡頭自己也要被拆爆了 城堡能修得回來嗎 哇 差一把 修啊修啊修啊 哇很可惜 來不及 差400多滴喔 所以迅頭自己全被打爆 好 MIPER的一個 尾牌炮 開始在做輸出了 現在要擔心的事情 是沒有黃金 因為黃金會越來越缺 所以貿易可能要早點開效 那這邊MIPER的貿易路線 不太確定 可能是要蓋這個地方 或這個地方 這邊稍微地下農田 跟大中原 好 這邊重裝騎士再上去再交換一次 反擊並算很多 直接戳爆這些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 依舊沒辦法突圍 其實傷害實在太高了 其實傷害實在太高了 大家可以等一下攻城攻城師 再增加一下榴彈炮的一個 攻擊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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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轉強奴 對柯然來說好像比較好 但是有足夠黃金可以轉嗎 好 炸了成這邊還補 下了二級絕境技術 究竟這些榴彈炮 能不能做到更多事情 這邊稍微集火一下 想來抓榴彈炮的位置 但榴彈炮這裡有非常多的戰毛病 跟騎兵過來防守 這邊想來硬抓 但是那邊肉馬直接被戳爆 哇 全部失光 肉馬打超快 榴彈炮還有四隻 左邊突然又殺了出去 現在有搭肉馬沒關係 有怨不怨的肉馬衝得出來 而且這個烈克提克一場 對這個騎兵效果也是很好 好 榴彈炮砸到了一堆駱駝 火力比直接被抓爆 但是這邊直接用生鯉 反抓到對方榴彈炮 榴彈炮可能會被著想走 第一時間一定要用戰毛病 去解一下對方的生鯉 海鵬炮 現在也不太敢用自己的榴彈炮 去做攻擊動作 怕有勝率直接就走 上防 列克提克遺產的大洛馬 直接驗熱到出兵點 這邊已經都圍死了 這些貓線在爽爽貿易 海鵬這邊還沒有開始貿易 相當的晚 那現在又跟 龍老師喔 只要拖一點時間喔 時間拖得越久就對他們越有利 這時候不知道BIPER他們是不知道對方有在跑貿易 因為我們這邊是上帝四角 所以才知道對方有在跑貿易 因為BIPER他們是沒辦法看到後方的一個狀況 但他們應該也很清楚 自己沒有貿易是沒辦法打後鞋 所以這邊你要趕快想出辦法 轉出大量的經濟 去點這個貿易車隊 BIPER這邊也自己把自己的榴彈炮推了出去 再拆建築物 這一炮打很快 這邊要小心揪著一個輕騎兵 抓掉榴彈炮 所以這個疾病喔 絕對不能亂跑 那目前看起來 HERA是負責防守 那BIPER負責進攻 這樣的分配工作是最好的 畢竟他的肉馬 機械技術速度比較快 而且還有這個践踏效果 這邊直接著想掉兩隻榴彈炮 剩下兩個牌 跟城堡這邊掉了一個 這邊榴彈炮還有三台可以繼續做攻劍動作 又有這邊 村民術 還不錯 還是轉出了一些貿易車隊 而且奴隸兵可以一直出一直爽 現在貿易線開始跑起來了 二十幾台貿易車喔 好像老師這邊也是喔 那BIPER這邊 跟HERA還沒有開始進行 國內貿易喔 這邊輕騎兵直接騎上來 好 這邊肉馬肯定要打輸 完蛋 該不會家裡可能又要出事了 家裡一直沒有為死喔 所以肉馬一直可以進來騷擾 好 這一波攻堅 騎兵還是戳掉了非常多的駱駝 好 奴隸兵跟這個 先騎兵 哇 阿伯奴隸兵好130滴血 還是蠻多的 好 那左邊這邊一直在跳蝦卡 對方一直出疾兵跟青茶 最後一個板子 那這邊一直靠肉馬的話 可能會有點打不太下來 因為對方開始流黃金了 反出了青茶了 好 這邊巨蟲 流彈炮全部被解光 那BIPER這波進攻又要擱置住了 沒有黃金 要怎麼繼續進攻呢 這邊大洛瑪直接過來救一下白河 白河這邊靠潰敗 先行車退來做了巨型投石機 那巨型投石機的好處就是不怕被對方生日遭翔 那如果要遭翔巨型投石機的話 一定要走到巨型投石機的旁邊喔 才可以開始用面力對牠發話 這邊洛瑪就在再次殺人出來 這邊很努力用這個大洛瑪到處打架 巨型投石機這邊反而想要架起來 但是又被直接貼了上來 王大白河這邊是不是要斷金了 人數幾兵阿 那龍老師這邊開始貼了過來 攻城機制到處開始升級衝車 裝甲衝車又要開始打都更了 遊俠也終於點下 遊俠之後這些單位就可以一併踏出了 白河用更多的一個疾病走過來 繼續攻堅 白河的肉一直不太夠 木頭真的蠻多的 不敢放得很雜光嗎 好 巨型頭已經拆掉沒問題 但是大沖車已經研發好了 沖車一好之後 突然這邊防守會更困難一點了 看這邊大洛瑪應該也是能解的掉 然後這個沖車可以吸引很多傷害 而且招待會便宜 那白河右邊已經開始突進到了 右的門口 右的國門已經遭受威脅 右單炮開始壓了過來 這邊白河依舊還沒有開始跑貿易 兩邊都是在打這個經濟貿易戰 一直用這個市集做買賣黃金喔 我第一次看到 不貿易可以打這麼久的經濟場 這應該真的只有忽然做得到了 忽然這個大洛瑪的践踏效果真的太強了 哇 真是青茶的射速太快了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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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快要擋不住 遊俠 遊俠無雙 衝車一要過來 現在 龍老師可以用黃金無雙 想出什麼黃金冰就出黃金冰 衝車 遊俠 青茶 全都要 好 後面這個青西兵包了過來 想要直接包掉 但很可惜沒有得逞 竟然是稍微貼到了一下 哇 全部吃掉了 你看這個洛瑪太強了 我願稱你最強洛瑪 好 這就是波蘭大洛瑪 有夠誇張 跟果一樣 直接把那一坨青茶給吃了 好 等候防洪天就被照住騷擾 好 這一波奴隸兵出來反擊 VIPER的前線作戰計畫已經潰敗 這邊大疾病跟榴彈炮直接往左側走 反而是要來救援 救援 黑拉的 結果黑拉的自己就解掉了 好 但沒有關係 既然過來就直接做個攻堅動作 好 看起來拆左邊這個城堡 好 貓利車隊依舊沒有開始跑 這邊黃金依舊很極限 好 這邊黃金挖完可能就真的要跑一下了 好 後面拆到一直丟一直爽 後面的級兵往內附打 級兵超級兵 後面的奴隸兵直接做個包夾 青茶在左邊 右邊有奴隸兵 哇 白河跟黑拉的部隊 直接被夾在中間 被夾成餅乾 各個被擊破掉了 青茶後面的輸出還是相當不錯 大量級兵沒做到什麼太多事情 就要送光了 哇 在這個青茶被出過幾下都快死了 哇 很痛耶 好 兩邊又回到了戰前狀況 兩邊又重新集結力推部隊 大肉麻在持續輪方散陣 這邊農田 我覺得結算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他贏應該可以贏到快到五萬肉 好 我們在這邊轉出更多的一個衝車 他繼續偷偷攻劍了嗎 後方大肉麻一直想找洞鑽 但是沒有洞可以讓他鑽啊 這個穴一直找不到 大衝車直接瀕臨城下 這邊能夠繼續進攻嗎 看來是有點困難 直接把裡面的擊兵放出來 太狠了 直接大肉麻原地倒地 從車直接看撞大莊園 看左邊有很多的白柏的擊兵過來防守回救 那這邊大肉麻就算倒地也沒關係了 白柏過來都沒什麼問題了 而且還有榴彈炮 正面戰場這邊有了大多的奴隸兵跟輕騎兵 一直找到地方可以打 好 這邊肉麻只能 在車門外 在遊蕩 並沒有辦法做到其他事情 這邊多一個集結 打了一波 差點砸到 艾特爾還是有在刻意使用榴彈炮 去做輸出的 先組下更多的騎兵 火車硬砸 沒砸到榴彈炮 這是第一時間 攻擊 巨頭C 但是沒打到 打歪了 土力已經上前硬點 榴彈炮 榴彈炮直接硬身倒地 好 目前看起來 白柏他們是沒有打算 跑貿易了 中國這邊 是 黃老師 加上 右 兩邊貿易 跑得非常多 這是55台貿易車隊了 黃金已經開始穩定下來了 待會只是應該 時間上的問題 就可以淹死 VIPER跟菲拉 感覺菲拉跟VIPER是不太妙的內訪 哇 這邊衝車直接續個一步 要來衝撞城門 要來入侵VIPER的國土了 左邊疾兵加大羅馬 又再度把龍老師推了回去 龍老師的部隊要再重新解擊 這邊疾兵的單位越來越華麗了 遊俠配上清查 疾兵加點出一點 但是衝車 帶著有點防不勝防 這邊可能要維加也來不及維 這邊只能逃難了嗎 第一時間選擇搬家 而沒有選擇維加 只能全部撤走 這波突襲打得非常關鍵 直接把VIPER的經濟打殘了 後面非常多的村民想要來討 但來不及 直接被拆刀跟清晰兵的刀下 死去 哇 LIPER的村民術已經降到剩下80村而已 而且大會數量可能還會再繼續往下降 這邊還會有很多洞可以鑽 LIPER第一時間不敢回救 因為他的大部隊在前方 跟黑拉一起在作戰 這個城堡雖然拿下來了 但是加力也BBQ 加力直接被咕根 打準一點 目前MIPER最後的希望就是這幾台榴彈炮了 這榴彈炮困都好 真的是可以毀天滅地 這邊直接殺一波清奇兵 這邊直接塗 我們這邊可能要稍微防守一下 加力用這個大吉兵直接防守住了 奴隸兵也直接撤退 過來這邊幫忙防守 這一波的前線進攻 這邊直接用清晰兵想要硬點榴彈炮 榴彈炮被追著打 但這邊的大洛瑪一直貼了過來 吉兵也是 直接砍掉非常多的清晰 但是後面還有榴彈炮 過來榴彈炮 十一台出場已經是三台 全部榴彈炮又全部倒掉了 最後希望再度消滅 本來這邊可以進攻到裡面的一個貿易路線了 但這邊差一點點 這波進攻很可惜喔 本來可以拿下來的 但是現在BIPER加力下沒有經濟 所以要轉出榴彈炮還有可能嗎 這邊有少量的黃金喔 轉出了一些榴彈炮 哇 這場真是史詩級的戰鬥啊 哇 沒想到 又跟龍老師他們的競技場這麼強 上一場好像也是龍老師他們贏 這場感覺他們就要贏了 而且還是用薩拉森 哇 薩拉森 疊破眼鏡了 沒想到還真的可以使用這種黃金兵種 好 硬欸 但這兵級兵數量真的太多 要測一下 打BIPER怎麼還這麼多木頭跟肉啊 可以按這麼多子兵 好 BIPER開始把自己的手 司徒開始領回來 開始回去種田 還有一些疾病做防守 進攻來說 BIPER 也有在做的喔 這邊也在慢慢往前 加力防守也是有疾病 兩邊打的部分上下 突然一直從大洛瑪做進攻 雖然大洛瑪不敵黃金兵的遊俠 當然可以用人海戰術 用這個劍塌效果 開始慢慢把這個遊俠的血量給塌掉 好 這邊開始幹 幹走BIPER的一個遺跡 好 第二波攻堅 能來得及嗎 榴彈炮有沒有跟上 好 榴彈炮開始慢慢走得出來 但是這邊有點被抓到 榴彈炮的一個位置 這邊只要攔截榴彈炮 基本上 中國這邊就很有大希望了 榴彈炮不足如何攻堅呢 這個榴彈炮能拆得掉嗎 只有兩台 而且後面有遊俠想要追逐 榴彈炮血量 左邊周一隻 看這邊有疾兵做防守 再投個一下 哇 剩下一台 頭車只能砸一發 很可惜 這個城堡好像要被修回來了 這邊直接把這個火炮給包起來 但是還是倒地 所以我們有榴彈炮 這波進攻可能會有點困難 這邊直接堵個窄口 用大漢千塔堵口 效果其實還不錯 哇 又這邊 他們拿下了勝利 黑拉跟Vipe打出了GG 哇 打了一個小時又是7分鐘 沒想打這麼久 講到我的聲音都啞掉了 好 那我們這場比賽 來看一下經濟 看一下這個波蘭的肉量 到底有多誇張 波蘭的肉量 比庫曼 多了一倍 13萬 這樣你們還會覺得 波蘭的肉沒有很誇張嗎 哈哈哈哈 雖然 黑拉他們輸了 但是這個肉量真的很值得一看 數量非常扯 13萬 那Vipe這邊 反而是只有 少量經濟 但是他打出很好的戰績 這個奇兵數量真的很多 然後再用少量的黃金 轉出榴彈炮 打出一個精彩戰 精彩的比賽 那這邊貿易賺了這麼多黃金 卻還打這麼久 也是讓我相當意外 那Vipe他們也是超精彩的 用這個大漢馬跟奇兵 跟榴彈炮 打到最後面 還差一點打到貿易線 相當可惜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四場比賽吧 OK 有些來到了終局之戰 那最後一場比賽是阿拉伯 那目前兩邊是2比2 平手的戰績 那這邊黃色是選擇瑪雅 瑪雅一開始要點這個織布技術 那黃色是Viper Viper打瑪狗 打瑪雅應該是沒問題的 這個文明他玩得非常熟 從前沒有這個D決定版的時候 HD時代的時候他就很常玩瑪雅 也不是很常 就是很金磚 我學了很多瑪雅戰索 也是看Viper學起來的 來看一下對手 看一下隊友 這個是藍色 藍色是黑啦 瑪扎爾 沒有 沒有 藍色是黑啦 黑啦是藍色 沒錯 那瑪扎爾的話是一個馬國 偏馬公文明 所以這其實實際上來說 到了後期是雙公兵文明 那瑪扎爾比較特別是他這個寶兵 可以不用黃金就可以升彈出來 而且康德工程器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龍芳 龍芳是這個龍老師 龍老師也玩瑪雅 那瑪雅的話應該沒什麼問題 跟Viper一樣 應該是蠻強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Yu Yu是這個高冕 高冕最大的特色是這個 我們剛剛講過了 剛剛好像有出現過高冕 一次元農田 那我們就不再多說 這個大象非常的關鍵 目前看起來兩邊的一個對策 Viper對到的是Yu 龍老師對到的是Hera 那這邊插刺火的話來說 應該是Viper會比較難打一點 因為畢竟高冕 格洛量產出很多 出戰毛兵也可以容易守住 但是在團戰來說 不太可能出戰毛 有可能出大象之類的 但是遇到工兵果的話 還是可能要出大量騎士 去反制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這場的關鍵是在Eu這邊 那Hera跟 跟這個龍老師 這邊可能就 會變成五五開的局面 雖然這邊有便宜的工兵 但是 自己 這個馬扎爾 沒什麼經濟加成 很有可能會被 經濟加成的瑪雅給 屌打過去 所以這個是值得去 是需要去看一下的一件事情 好這邊等一下 那封建Sty升級 又這邊是選擇了17匹 極限肉馬升級 那這邊的話 應該是會D10鳥 去補均勻 然後待會馬就就會出來了 那MIPER這邊是選擇了 一個穩健打寶 20匹上封建Sty 那這邊很有可能是工兵開局 好這邊有萬黃金 那確定MIPER瑪雅是工兵開 那這邊 黑拉 黑拉是馬扎 哇靠 他連馬扎也可以 17匹上封建Sty 哇超級早 這邊直接升級一個極限肉馬的開局方式 點一下馬就 早期進攻 再點一下這個防務 居住防射 要補下防守 防守卡人扣 等下一集木一集田 打一個偏快攻 又偏濃的一個玩法 哇這個打法好像可以止得血 現在META應該都要這樣子 早點上封建Sty比較好 這邊稍微開一下 居住收掉了 龍老師的刺吼 這邊長槍兵 上高地 互打一波 直接殘險 LIPER的一個陰刺頭 直接解決掉 對方的一個長槍兵 長槍兵第一時間打倒 我們這邊肉馬想要開打 但是長槍兵一直出來 長槍兵一出來的話 黑拉的 刺頭就有點難打了 LIPER的工兵直接北上 秒要去找一用 我這邊也是直接來支援 龍老師這邊的一個工兵出來 這邊稍微嘗試想要開這個城門 但是有點困難 兩邊出的肉馬非常多 空兵快要到達了戰線 這一波能不能打進去呢 工兵來說 VIPER這邊行軍路線夠遠 會有點危險 而且這邊龍老師現在在巡邏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落單的工兵 這邊一個工兵 直接斷瑪雅的木 果子直接斷掉 後面兵工彩補 現在要來點這個一級射 現在龍老師一級射還沒有點 時間瑪雅這邊還是點下了 點掉了一隻工兵 這邊MIPER是有這個一級射的 這邊果子吃得滿爽的 但是這邊 又製一撲刺頭直接原地扯返 等一下這個品種 待會要來直接 抱穿打一波 羅老師這邊聰明直接被殺了一波 直接來不及蓋好 這裡居然有洞 不是有洞 直接轉過去的 這邊品種還差一點點 要5秒 工兵應該可以解決掉這些刺頭 應該沒什麼問題 品種一好看起來有點難打了 15滴血很難解決 要先來解決對方工兵 OK 拒絕掉 右邊這些刺頭 已經打到非常多村民 村民差距開始拉開起來 龍老師的村民只剩30村 MIPER這邊好31村 村民稍微領先1村 但這邊繞進來 也讓龍老師損失了不少經濟 9 MIPER第二波工兵直接往右家裡走 這邊 直接雙馬就被抓到 抓到一村 直接壓在你的馬就出兵點 MIPER沒有選擇直接打木槍 選擇打這個位置 後面工兵要小心點 這波刺頭還在跳恰恰 黑拉就是這樣子 手術型玩家 一直在秀操作 現在黑拉就是把 右的一個主力刺頭 困在家裡 這邊黑拉就只要用肉馬專心跟對方工兵打 兩邊就遇到的總經也是 但MIPER沒有要直接攻擊右的一個領地 而是選擇繼續北上 繼續北上 又來進攻 龍老師了 龍老師這邊可能要先插個劍塔防守會比較好 這邊子彈靠工兵可能是有點困難的 這邊要被抓了一波嗎 這邊不敢直接打 這邊居然有洞 龍老師看了傻眼 直接不動 黑拉的刺頭直接順利脫逃 這邊工兵直接被貼上來 右的這個進攻打得很不錯 但是一級攻還沒有好 所以打工兵的速度 效率還沒有到非常好的一個境界 品種 一定要再加一級攻喔 傷害才會起飛啊 這波看起來是 MIPER跟右的一個領先 終點下了城堡時代 這邊城堡時代兩邊 龍老師跟 右 這個食物量有點少 因為上城堡時間可能太晚 哇 這邊又被燒幾村 但是高明可以躲房子裡面喔 有幾村直接順利的躲進去了 哇 這該不會 要城堡圈隊了吧 你這個時間拖太久了 兩邊 上城堡時間差太多了吧 完蛋 龍老師真的被痛擊到了 單位跟經濟上 差距真的蠻大的 因為剛裡面打一波直接收村喔 讓龍老師 沒辦法直接上城堡時代 直接上城堡時代 馬上點下了騎士的升級 開始點騎士 這邊先修操作 還沒按騎士 騎士還沒按 好 開始按了 好 那這邊一級學金點好 我自己馬上開一點下 這邊千騎兵 不知道要不要省欸 有七隻欸 七隻的話我不會想要省了 這邊稍微折返 騎一下箭矢 Vipe這邊上攻城堡時代 二級射奴兵出來 就可以稱霸戰場 最強的 弓箭力量 就是這個奴兵了 那又有可能也知道 自己快要守不住了 好 這裡直接升級好 騎士開始走得過來 哇 直接大暴圍 後面這裡可能也要想一下 貢兵要直接走到底了嗎 第一時間想來射村民 但沒有射到 這房子已經快蓋好了 看要不要直接尻這個房子就好 四百多地而已 好 給我的一個赤頭在後方 第一時間上持寶時代 是這個龍老師 哇 這邊打破進去 卻發現沒有洞可以鑽 對我的防守還是做得不錯的 好 這一波進來 龍老師還能打嗎 城堡時代還有兩分半 這邊千奇兵升級 至少還要到三到四分鐘 那這三到四分鐘還能活下去嗎 如果這邊還點彈道學 有彈道學的話 應該就沒問題了 呃 很痛 怎麼辦 呦 你怎麼辦 呦 怎麼了 咦 龍老師跟 又有競技場打這麼好 怎麼阿拉伯有點 瘋狂出事的感覺啊 好 第一時間上到城堡時代 欸 又有這邊打錯了GG 龍鐵都被射掉 心態炸裂GG 最後是由 Viper跟Hera的聯軍 哪下了勝利啊 哇 龍老師跟又有一點可惜 這個阿拉伯他們三場阿拉伯都輸欸 但是兩場競技場都贏Viper跟Hera 相當不容易啊 這個他們 私下決鬥結果 就是阿拉伯 對中國來說可能還是 需要加強的一個地圖 但是他們競技場真的很強 又跟龍老師也是相當盡力 這一波感覺會這樣打 打到最關鍵的應該也是 Viper一直去北上喔 去針對對方的攻兵過 而不是跟 針對佑 但佑要未來要去中龍老師喔 所以漏馬一定要出夠多 才有可能拯救到他 但出太多漏馬的結果 就是實在在輸別人 那這邊 打進去之後 Hera也沒繼續出刺喔 那這邊繞了好幾圈 拖了很多時間喔 然後也自己讓他 自己順利上樓 上到了這個城堡時代 最後拿下這個城堡時代的一個騎士的勝利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新年的特別節目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祝各位新年快樂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